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嗨,我是天天 天天非常的高兴在空中和你相会 亲爱的朋友,今天的你过得好吗? 你在工作当中,你觉得你跟同事的相处怎么样? 你觉得同事好相处吗? 我有一个朋友,他今年25岁了 在一家贸易公司担任业务助理 他说老板很不错,主管人也很好 公司的环境,整体的气氛也都很不错 工作的内容也是他想要努力的方向 那这一切都很美好 只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他隔壁的这位男同事 让他不时的萌生,离职的念头 虽然这位男同事的工作能力很不错 但因为他的情绪化 动不动就生气 他每天好像在洗衫温暖一样 每天都要不停地在心里面 为自己加油打气 遇到脾气不好 情绪控制能力差的同事 真的是心累 亲爱的朋友 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一个同事啊 就是一个火药库爆脾气 我朋友口中的这位男同事啊 让我不禁想起曾经看过某一位政府官员 在媒体上谈到自己 虽然脾气坏,却是一个好人 能为地方和百姓做很多事 是这样吗? 或许是吧 但是跟他一起工作的人 我看精神压力铁定不少 很多人都在职场上遇到能力强 脾气差的同事或主管 这些人呢通常觉得自己天生很聪明 反应很快,能力很强,学历高 或者有人脉,或者家庭背景好 能够处理很多工作上的事 或搞定很多事 但是对于人的相处和沟通 却毫不在意 他们也不想改变 如果你遇到这样一个脾气暴 经常跟人吵架的同事 怎么办呢? 今天的Easy谈生活 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吧 现在的社会啊 能够靠自己单独完成的工作 比例是越来越少了 基本上都需要团队合作才行 所以我们愿不愿意和别人合作 或者别人愿不愿意和我们合作 这时EQ情商 情绪管理的能力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今天的Easy谈生活呢 来分享哦 脾气不好 情绪控制能力差的人 他们通常有几个特性 特性一 一开口就先否定对方 不管你说的对不对 有没有道理 基本上呢 他们都不听对方讲的内容 你可以说他们自己为是 而最常见的开头用具就是 你这说的不对 你的想法有问题 你搞不清楚状况 甚至呢 开会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直接跟人家讲说 哦 他妈的 就直接骂脏话哦 你是脑震荡的猪吗 那么简单的事都不知道啊 都不会啊 第二个特性 他们有某一种自我优越感 对于没有比他聪明 反应没有比他快 或者是讲话 没有那么精准的人呢 没有耐心 如果是同僚或主管 还是稍微好一点哦 但如果你是他的下属 哇 那真的是惨呢 而且呢 他们不会认为 自己应该要改一改脾气 反而认为自己是 直来直往好相处 如果他的部门流动率高 他就会说 为什么我的部门人 流动率那么大 总是留不住人呢 我明明对他们很好啊 常请他们吃饭啊 他们要请假 我都一定准 也常关心他们呢 哦 你看我人多好 但是他自己没想到的是啊 员工只要看到他的脸啊 饭就吞不下去了 工作完只想要快速逃离 他的恶嘴魔力范围 第三个特性 这样的人会把这种话挂在嘴边 哎 我就是一个坏脾气的好人 我这个人呢 就是个性和说话比较直 我是对事不对人 别放心上 其实啊 他们都知道自己的情绪化 脾气坏 否则呢 就不会挂在嘴巴上说 为的只是要转移焦点呢 和为自己的坏脾气呢 找个出口跟借口罢了 为了一点小事呢 就会掀开滚烫的情绪 对别人大吼大叫的 等到宣泄完之后 才察觉 哎呀糟糕 气氛被弄僵了 或者对方委屈的哭了 这才尴尬的说 哎呀 我这个人就是 个性和说话比较直嘛 我是对事不对人 别放在心上等等 这种情况啊 就像一个人反胃啊 不吐不快啊 吐了自己舒服了 却吐得别人一身脏 有一位年轻人 从美国长村藤名校 硕士毕业 不管是IQ啊 或能力 放在哪一家公司 都是数一数二的 却没想到啊 被老板开除了 原来是有一次 在开会当中 他提出了 跟老板不同的意见 其实开会 大家提出不同的意见 很正常嘛 那他是怎样呢 他就觉得 老板的意见 跟我不一样啊 然后我就要 极力地说服老板 那老板呢 好像又没有办法 被我说服 所以他就发怒了 火大了 然后当场拍老板桌子 碰 然后将文件 甩在桌上 那次之后 老板决定要把这个 能力强却 脾气坏的下属 开除了 真可惜啊 他的智力跟能力 摊开来看 真的很厉害啊 很棒的 就因为他的坏脾气 断送了很多好的机会 跟事业的发展性 当我们碰到 EQ很差的火药库 该怎么办呢 他可能就是 跟你同一个部门的 你真的很难不遇到他 首先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 健康的心理界限 才能够保持冷静 不会受到他们的影响 然后忽略他们 发出的负面情绪 也不要认为 他是冲着你个人来的 我们要观察 他们的行为 你就会发现呢 他们对很多人 就是个火药库 所谓无差别攻击 就是如此 那西方人呢 常常运用这个哲学 暂时离开 当他们跟人 发生冲突 或不愉快的时候 就会礼貌地说 我想去一下洗手间 或者说 我先离开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谈 那对方通常会允许 这样的请退 因为没有人能够阻止 你去上厕所吧 当然我们也可以 延伸地运用说 哦 我现在跟人有约了 可能没有办法 再谈这件事 我们可不可以 过15分钟 或者明天 再约一个时间 沟通呢 总之啊 就是先让自己 离开现场 远离这个风暴 所以碰到火药库 最好的面对方式 就是冷静冷静 再冷静 因为对方就是 没有办法处理好 自己的情绪 才会丢出这么赤裸裸的 愤怒跟怨气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 保护自己的心灵 不被对方的坏脾气 任意的轰炸 好 那么当对方 比较冷静下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试着这样做 身为他的同事呢 能够做的 大概就是这几个吧 倾听 分析 同理心 同事会发脾气呢 一定是有原因的 能够帮他的 就是倾听他吧 问问他 为什么生气 问这个动作啊 是一个关心的态度 代表我们愿意 敞开我们的心胸 愿意跟这位 EQ比较低的火药库 交流沟通 听他讲一讲 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帮他 抓一下问题的重点 以一个同理心的角度来 分析这件事对他的影响 好坏有哪些 因为当一个人啊 气起来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判断对错了 也不会顾及后果 那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让他的情绪 有出口的同时 也能够帮助他 那我觉得帮助别人 也是帮助自己啊 这是一个非常好操练 EQ的时候啊 EQ也是判断一个人 以后是否成为领导者的 很重要的指标 如果两个人的能力相当 那么其中一个人 EQ比较高 那他被提拔的几率 也会比较高 因为大家都喜欢 跟情商高的人共事 是吧 今天聊到职场当中 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 坏同事之一 就是脾气不好 情绪控制能力差的人 那如果我们自己 就是同事或朋友 眼中的火药库 可能你身旁的朋友 家人或者同事就说 诶 脾气真的该改一改啊 哎呀 你干嘛这么容易生气呢 诶 你是不是要去上一下课啊 或者呢 别人推荐你 这个情绪管理的书给你 我们可能就是 别人眼中的火药库哦 那我们真的需要 提醒一下自己耶 再好的建议 再好的创意 都必须要用对方 能够接受的方式 传递给他 这才会是有效的沟通 我们不能用情绪传递 用火爆的怒吼 以为对方就能听得进去 一定要是一个 好的沟通态度 那当然啦 一定得改一改 这个脾气的 要学习情绪的控制 我觉得圣经当中啊 提到很多关于 这个控制情绪 真的是非常的有智慧 圣经说啊 人不能约束自己的心 就好像城破无墙一样 就好像那个城啊 破掉了 没有墙一样啊 一个不能控制怒气的人 其实有很严重的性格弱点 只要我们学会控制怒气 别人就会看出 我们的内心坚强 明辨势力 所以圣经说 不轻易发怒的 胜过勇士 这个很难啊 不轻易发怒的 胜过勇士 这不简单啊 但是当我们愿意 努力去学习 控制我们的情绪的时候呢 别人是能够 看出我们的改变的 如果我们愿意 承认自己脾气不好 很难改变 让我们一起来 倚靠主耶稣啊 我们也可以这样的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主啊 真的求你帮助我 我知道我的脾气不好 很容易生气 不小心伤害别人 对自己 对别人都有害 无益 但是 我没有能力控制 和改变自己 主啊 我需要你 赐给我力量 让我能够 克服我的脾气 主啊 求你赐给我爱心 胜过怒气 主啊 求你赐给我爱心 使我能够饶恕别人 饶恕那些 我看不惯的言行举止 主啊 求你给我爱心 使我能够宽容 主啊 求你进入我的心 做我的救主 也求你用你的保险 洗尽我的罪 管理我的情绪 使我从义怒的性情当中 来得到释放 主啊 更求你赐给我 平安跟喜乐 让我能够跟随你走 这条人生的路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如果我们很诚心的 来依靠神的话 我真的相信呢 神一定能够来帮助我们 去面对我们生命中 很多的黑暗的角落 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这个弱点 好 今天聊到职场当中 大家逼之唯恐不及的 坏同事之一 就是脾气不好 情绪控制能力差的人 欢迎你呢 在留言板分享一下 自己的职场经验哦 你都怎么应对 坏脾气的同事咧 而当你想生气的时候 你都怎么做好 情绪管理呢 很期待你的留言 祝福你平安喜乐 最后要送给你这首歌曲 是陈奇恩所创作的 每天 这首歌真的是超级好听的 提醒我们要学习 放轻松的功课 每一天都是好天 好 明天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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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让自己放松 再宁静的想弄 没有琐事打扰我的生活 只有你和我 一字一句教的熬我 教我如何生活 不再陷入无谓的繁琐 拥抱你的天空 放轻松 别想太多 用最简单的方式歌颂 放轻松 深呼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V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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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va